今天是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腾讯音乐游泥榜 在最新一期的榜单中 周深的歌曲《花开忘忧》 拿下了榜单第三名 同样是不错的成绩 另外在下一期的《游泥榜实时榜》中 周深的歌曲《永恒孤独》和《人世》 分别位列第二名和第四名 不过这周也有其他的歌手和团体发布新歌 所以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喜欢周深这两首歌曲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继续在KQ音乐上助力歌曲 尤其是歌曲《永恒孤独》 这首歌曲是今日首发的新歌 是内地大IP电视剧三体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大气辉煌 反复令人置身于浩瀚宇宙 有这样的意境 足见周深散因的叙事功底 接下来还有海外榜 周深的歌曲《焰火》 在新加坡最新一期的最新龙虎榜中 拿下了周榜第三的好成绩 与上一周相比 山上了一位 恭喜周深 接下来还是关于周深歌曲的 周深在时光音乐会第二季 第六期中演唱的经典歌曲《花火》 在KQ音乐上的热力值 正式突破了50万 这也将会成为下一期 KQ音乐综艺新歌榜冠军的 有力竞争者 说到时光音乐会第二季 小编还是很期待下一期 不仅有第一季的校长 谭永林和于可维 而且周深演唱的歌 也是小编超爱的一首 那就是电视剧 春光灿烂猪八街的主题曲 好春光 当年小编很痴迷这部电视剧 满满的回忆 最后还是周深的新活动 那就是1月18日举行的 微博音乐盛典 周深本人已经确认加盟 在去年的2022微博音乐盛典中 周深获得了年度推荐歌手大奖 另外周深的歌曲《My Only》 则是获得了年度推荐歌曲大奖 期待周深在本届 微博音乐盛典中拿下好成绩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健康心